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树的影相距二百年 但是沈万三之名在民间依然富如皆知 沈万三本名沈富 自重荣 俗称万三 在华尔街日本中国十大富豪中 沈万三榜名列前茅 而在美国的一份内堪中 他被评为中国第一富豪 他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 白手起家 最后沈万三的家产折合银子 大概有二十多亿两 以现在来看一两银子 基本上相当于三百人民币 二十乘以三百等于六千亿人民币 他究竟是如何致富呢 其实沈万三还真不是一般的小人物 首先他父亲沈又就不是一般人 沈万三祖籍无星 到了他父亲沈又他们迁到湖州南巡镇 后来南巡发洪水 沈又带领家人迁徙到影响沈万三一生命 运得风水落地 周庄 一身又很有头脑 虽然是个农民 但却是个农商 他发现国家税收政策 在周庄是最宽松的 而且还有很多良田抛荒 国家还有奖励农耕的政策 也就是说 重地不但不用交钱 还奖励钱 他利用这个时机不断雇佣农民给他干活 自己抽成 很快发达起来 成了当地富甲一方的地主 沈又死后 四个兄弟分家 沈万三也分到其中一份 其他三个人没什么头脑 也就是继承族业 沈万三继承了父亲的头脑 甚至比他父亲更聪明 他注重改良土壤 新修水利 最后良田万情 周庄的地理位置优裕 不仅陆路自通发达 水路也十分发达 加上当时政府对商业政策十分宽松 沈万三将生意做到了贵州 池州 长州等的 元朝时海运发达 外贸畅通 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 另一方面 江南经济发达 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 到元朝后期以为 全国之冠 苏州和杭家活地区 历来是文明全国的粮仓 素有苏胡熟 天下赌之说 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情 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 而当时的北方 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 主要靠南方供给 沈万三一定也是寿娘大户 由此 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 富起来的沈万三 转而同番 将当地产的仿制品 此起整输了亚非各国 而回传进口大量的称宝 香料和药材 移植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凭借这些有利条件 加上外貌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沈万三迅速致富 明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潘群认为 沈万三的财富积累 在元代便已完成 他的财富起于浓而烦于伤 是一个地道的大地主奸商人 那么沈万三又是怎么得罪朱元璋的呢 沈万三发迹后 也很懂得风雅 他常常在自己豪华的家里 宴请达官贵人 一个晚上要吃掉十九盒 三十盘红烧鸡吧 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为了稳固势力 就开始对巨商豪翔采取打击 当时朱元璋准备在南京建都 就想修建宫殿 但国库没钱 他为了消耗沈万三的钱财 就命令他参加修筑南京城 南京城有三分之一 的城墙是沈万三修建的 沈万三建了半个南京城 消息传遍大街小巷 自己更是得意洋洋 他绝对没有想到 朱元璋不是人 而是极度加分开 朱元璋认为沈万三的存在 对自己的江山就是个威胁 他不死朱元璋就难心安 毕竟是皇帝在老百姓面前 不能施皇威 于是沈万三被流放云南 最终死在那里 财产也不知去向 后代如何也无从考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